這次農業大關 雲林的農作物 都有存在 農業存在今天超過五千萬 不然以後有這麼多貴子來浸水 差不多都沒辦法收 而民說農業存在保祖 根本是報告他們付出的成本 多個年以輪鄉港澳窗的理性農民 一個載來到梅蘭櫃 雲林的農民 但受到這次世人氣流所大來的學生 讓各區的梅蘭櫃都跑在水中 但不然還存在這六個月 梅蘭櫃就能修行 但現在這可以行判農順保祖 立正農民表示 以政府說過有在海保祖條件 農民如果有債順 可以向在地公所提出申報 由公所臨完勘者 臨定農村超過百分一二十 那龐貴凡一分地 債順可以補助七千五百塊 人分地大概可以領到四萬多塊 從昨天發公告之後 從今天開始到八月十九日十天內 都可以來公所提出申請 債順救助申請 那像這樣每個作物有不同的 那個債順項目救助價格啦 無論如何出表是 這次本來的很多貨櫃需順嚴重 包括每人都過七十公斤 十幾到四公斤 還有豬菜櫃一口島上農作 總管農順統計超過五千多萬 至第幾的豬菜櫃 也會影響經濟的菜家普通 未來公共有一波企業的空港 這將會有利不得 那次會有三大小的 感谢观看